我們這邊將來介紹線上用戶人數名單03CounterOnlineUser 這個程式辦理檔 這個程式主要使用ASP.NET C-SHOP的方式開發 這個程式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來說 在網站上面我們可以去統計線上的用戶人數 還有它相關的清單 這個程式我們還可以去接收說 當用戶自己輸入自訂的名稱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用戶的相關名稱列上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更清楚了解說 到底有誰進來這個網站裡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畫面上面有兩個瀏覽器 分別是上面的IE跟下面的Firefox 那在這個瀏覽器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在IE這邊有一個可以給用戶輸入的那個輸入框 然後這邊右邊有登錄跟清空 還有一個抓當list就是下拉式選單 好那我們假如說我們在這邊IE我們先輸入個用戶名稱 好我們按一下登錄 好我們輸入小程然後按下登錄之後呢 在IE的這個視窗這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叫全域變數用戶 然後它的名稱是小程 好然後這邊右邊有它的存取時間 好跟它跟伺服器的那個溝通相差的描述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在下拉式選單這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線上人數1 好拉下來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小程這個人的名字在這邊 好那我們現在呢我們來Firefox 我們來輸入另外一個人 好一樣登錄 好在Firefox我們一樣輸入一個人叫登錄之後呢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好就會有剛剛那個IE上面的那個小程這個人 好然後這邊在下拉式選單我們會看到現在人數為2 好然後拉下來的時候有小程跟小美 好然後我們這樣就可以判斷說 我到底有什麼讓我們指定名稱的人 好他現在正在線上 好這樣就可以去了解 好那我們在IE這邊呢我們一樣可以看得到 好一樣有小程小美 好然後線上人數2 好一樣拉下來 跟我們剛剛在Firefox上面 看到的情況是一樣的 好然後這兩個瀏覽器呢它分別一樣 每25秒就會自己重新再去做整理 好然後去更新它線上的這些人數的那個狀態 好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相關的程式 好我們是要如何去那個散寫 好首先我們一樣開啟那個 這個ASPX的頁面 好我們打開之後呢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它現在目前原始檔 好我們有佈置一些東西 像DeskBus 好就是給使用者來輸入那個相關的文字框 好然後這邊有一個Button 好就是用來按下登錄的時候 好然後我們來會做一些動作 所以這邊按Click有一個Button的login click 好這個事件 好然後這邊呢下面我們抓downlist 好這個控制項呢我們 我們等一下就是會來放置那個 當下拉時 好它線上人數的情況 跟它的人數名單的名字 好然後這邊有個Label控制項 好就是等一下會用來 那個顯示一些系統回應的那個自傳 好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設計模式 好在設計模式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視覺上的UI 好然後有那個輸入框跟登錄晴空 好這些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那個CS相關程式碼的散寫 好我們把這個UI視窗先關閉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CS部分 好我們看到CS的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到 好這邊有幾個程式區塊 好然後分別這邊有一個我們 設定的函式 Show Online User List 好然後這邊底下有這兩個事件 好一個是當頁面正在載入死的時候 Page Load 好所以我們這邊會做一些事情 好然後剛剛我們看到那兩個Button 就是一個是登錄跟晴空的部分 好我們分別 在登錄清空的部分 我們分別也會做一些事情 好所以這邊也有兩個時間 好Button的時間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Page Load會會怎麼樣 好當我們看到Page Load的時候 這邊我們有散寫一些程式碼 好這裡呢我們會先來判斷說 到時候我們接值的時候 這個request 好然後 query的Stream 這邊的話我們 會來接兩個字 一個是 UserName 跟那個 UserName 好這個 好這個 這個從Gate 所傳入進來的那個 參數 好那我們 首先我們就先來判斷說 當如果這個 當這個 request的這個進來的那個 UserName的那個名稱 是有值的時候 我們這邊才會去 處理 好它 用來顯示 線上人數名單 它相關的一些 操作功能 好 如果 這邊有傳進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 這個的引數 會把它塞到這個 那個 show online user list 的這個 功能函視裡面 好然後 這個 參數我們有再加一個 就是 一個 方法 就把它 前後的空白把它移除掉 好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呢 這裡 當我們這邊 輸入 那個 資串的時候 好 我們按一下登錄的時候 它其實是用 request的這個 這個 的 Gate的方式 去把那個 這邊輸入的值把它傳回來 好然後 所以這邊傳入進來之後呢 這裡就會 去 處理 好 然後我們去把它的 線上人數名單 統計出完 好 所以我們先來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它登錄的時候 好 登錄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呢 它會去檢查說 TestBus username 的 那個 Test 這個裡面到底有沒有值 有如果輸入任何資源的話呢 我們就會 Respond Redirector 去 把這個網址重新做轉值 然後去 一樣轉回現在目前這個頁面的位置 好 然後這邊呢 我們會傳入Gate值 就是 username 然後把剛剛 所輸入的那個 TestBus 輸入的那個 自傳 把它放進來 然後傳送回自己的頁面 好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 在 那個 Label的Message 那個 標籤頁 我們就會顯示這個 自傳 請用戶 它要輸入那個用戶名稱 好 然後這是Login 那個 Button Login 呢 按Click 它 會需要 做的事情 好 然後我們來看 直接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清空好了 那清空的話 它就會把 目前 這個頁面的那個 相關小層的這個 把它清除 好 所以說這邊的話 當我們按下清空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 它的 所在狀態 Application 跟Session 全部都把它移除掉 好 所以說 下一個那個 FiveForce 它可能就會看不到 這個人 好 它就會看不到 剛剛那個 IE的那個 小層 進來 好 然後我們 做完清空之後 我們一樣就是 Respond Direct 就是重新再遺轉到自己的頁面 好 這就是 登錄跟清空 會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 所以說 從登錄這邊進來之後 它從GET傳回 UserName這個之後 當它 有直接收到之後 我們 就會來執行 ShowOnlineUserListFN 這個 功能函式 所以我們先 接下來看一下 這個功能函式 其實就在上面 那我們這邊的話 用編輯器 我們可以方便的 按下滑鼠 用鍵 然後我們去移至 定義 就是移至到這個函式 所以它就會把它選到這邊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它這個到底是 執行哪一個函式 這是蠻方便的一個功能 好 然後我們 當我們現在 到這一個函式裡面 我們把它展開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它會傳一個值 就UserName 這個因素進來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相關的 方式 其實跟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 02 counter onlineUser 這個基本上 它的 運作 情況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 它裡面有一些 之前講過重複的話 我們就是 會用 大致上的概念 去把它帶過去 詳細的運作情況 還是 請各位可以來參考一下 之前我們 所說過的這一個 這支程式 它裡面的一些說明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一樣我們這邊 有 佈置一些 它相關的 那個 政列 還有它的一些 自串變數 然後整數變數 這邊 好 這個的話基本上 都 大種小異 但是 比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這邊 好 我們 在上一個 那個 解說的那個 影片裡面 我們這邊的話是放 iis 給使用者的 那個 Session ID 好 然後我們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 username的這個 引述 好 我們 這裡呢 就是由它這邊 那個韓式所傳進來的 所以 也就是說 自己用戶自己的名稱 好 那 基本上這個 接收進來之後呢 我們這裡呢 所以現在的 User的Session ID 就會變成 用戶自己指定的名稱 好 然後基本上我們再往下看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先來 輕點說 現在目前 的所有使用到 這個頁面的那個用戶啊 我們來判斷 它是不是新的用戶 好 如果它是新的用戶 我們就是把它放到我們 我們舊用戶的那個 那個 所存放陣列的那個 那個清單的最後一筆 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得到的那個 第37行 到第75行 它就是在做 把新用戶 然後放到 舊的用戶的 用戶的 清單的最後一筆 好 那基本上 這裡的 運作狀況呢 它就在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37行到 第75行 它就在做這些事 好 當我們把這些 新舊用戶呢 把它 整理完畢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 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 這些 放在 那個 陣列裡面的那個 already list 那個清單的那個 新舊用戶 我們重新 再去把那個 application 放置的那個 值去更新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線上所有的人 的人數 跟線上人數的 清單 我們這邊就會去 把它做更新 所以現在 application 的那個 上面的值 好 就是我們現在有 新用戶插進來的那個 更新的值 好 接下來我們來 再繼續往下看 好 然後我們也會把現在 目前的這個 新進來的用戶呢 我們就放回到 我們那個 UserSessionID 好 加上 list 然後sstime 好 就最後存取時間 我們也會把這個人 加入他的最後存取時間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 往下 好 然後我們這邊呢 底下呢就是 重新我們會再 宣告一個 那個 OnlineUserT 好 這個陣列 等一下用來放置 那個 線上用戶名單的 比對 好 之後的更新 的清單 好 我們就會 放置到這個 那個新增的 那個陣列裡面 好 那繼續往下看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 這裡呢我們 有在 設定一個那個 抓當list 好 UserName 這個 下拉式選單 我們 使用 使用這個物件 那我們先把這個 下拉式選單的那個 items 就是下拉下來的那個 項目了 我們先把它做清空的動作 好 然後我們 接下來呢就是把 剛才的那個 線上人數 好 所統計出來的那個 指呢我們先 直接把它 加到下拉式選單的 首項 也就是第一項 所以我們就先加這個 所以就會出現 線上人數 然後 application total users 好 它是幾個人 好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部分 好 線上人數1 這邊 好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就是做 讀取線上人數名單 好 然後把它 假如說如果它跟伺服器的 最後存取時間 我們來做比對 好 如果它大於 那個 線上人數的 存取時間 也就是我們的那個 最後存取時間 跟伺服器比 大於30秒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人 從伺服器的 資料裡面 用戶名單裡面把它剔除 如果 存在的話 我們就是重新 把它加入到 我們要統計的人數 裡面 好 所以說到 104行 然後到 133行 這邊 就是做 我們 線上人數 名單 的那個 有效人數的比對 好 在這個部分 好 那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 這邊呢 之前的 案例呢 我們是把它 只有 ResponseWrite顯示出來而已 好 那我們 現在就是說 當它在顯示 這個 人數 相關的 那個 SessionID 現在我們這邊 已經變成是 用戶自己所指定的名稱 好 再加上 存取時間 好 然後再加上它 相差的那個 秒數 好 然後 在這個下面呢 我們 就是把這個 人的名字 好 把它 新增到 我們的下拉式選單 也就是 Drawdownlist Username 然後我們的Item 使用那個 add 這個方法 好 就把這個人的名字 把它加到 我們下拉式選單裡面 好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去 去累加它的那個 那個 線上的有效人數的地值 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會 出現 好 現在它選單拉下來的時候 就會有這個人 人民的那個 在這裡出現 好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 把這些有效人數 都重新再做一次 計算完之後呢 我們這邊 一樣 就是去更新 我們的 Occation的這個 線上人數的有效名單 跟線上人數的 的數字 好 這邊Occation 我們就會去做更新 好 更新完之後呢 我們以上這些動作呢 都完成之後 我們就會把 我們原本那個 Occation 被lock起來的 被鎖住的 把它重新再解除 好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完成我們 現在所看到的這個 線上人數 好 網站的那個 人數統計 還有它的 清單 我們可以把它 列出來 使用者它所 訂的那個名稱的部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這一 線上人數 用戶那個 名單 03-count-online-user 它相關程式碼 的 善寫的 相關介紹 好 我們就 介紹到此 好 謝謝